昨天你批評民進黨說謊,但是在過去也蠻多的事案被辦出來,當時也是有否認,後來又成真 那我跟你講,我總有看了一下是晃眼,我跟你講,這個就是這樣,像我最多說,我怎麼在媒體上讀到的人事業,我沒有出來做否認,這個不太一樣 那個袁秀慧或者是謝佩妮,他們都是北市府否認過? 不是啦,北市府的誰? 我還講是這樣,指控人家要有證據,就一二三次把它列出來,我們有做檢討,我要講的是,當年那些人事案都是中東府行政院的發言人正式否認,還開記者會 市長,現在蔡總統他都說他都看不懂你在講什麼? 就是這樣啦,老百姓講的話,他也聽不懂太多,不然一立休怎麼搞成這個樣子? 請問一下,如果你出來參選的話,現在這個局勢對你來講,是不是你覺得很難有贏的機會? 其實這樣啦,還是,這個就是我們思考的參考點不一樣 其實要思考的是,到底台灣下一步怎麼辦? 就是說如果蔡英文繼續幹下去,當然他已經做了三年多了,大概就是那個樣子 那韓國瑜是完全不可測,這個實在是,就是我們,蔡英文還可以想像大概是怎麼樣子,韓國瑜我實在想不出來 那昨天為什麼會說韓國瑜不耐打? 唉,我跟你講齁,這個,不是說不耐打啦,這個就是說,其實台灣這種抹黑的文化,你知道齁 除非說我們這種,以前都是一張白紙齁,一張白紙都有時候還找到幾顆灰塵 那一種,那一種在政壇打滾這麼久的,我幹齁,隨便挑也挑 所以從農舍啦,說再一路挑上來,只是說 不過是這樣啦,在台灣你知道,慢慢的選民對這些討論,現在不是那麼在意 你也認同他的支持的其中很大的部分是LUSER 不是LUSER啦,其實韓國瑜現象不是韓國瑜的問題,常常是要從,要倒過來看他的Background 就是那背景,所以這樣齁,你丟一個火柴下去,那如果只有沒有汽油在那也燒不起來 所以好像我們在看香港,香港真的反送中事件是因為一條,一條法令的關係 造成超過一百萬人上街頭,是這樣嗎?當然不是 所以他不是那一條法令的問題,而是那個Background,那個背景的問題 所以同樣的道理,其實慢慢來解讀韓流現象,不是韓國一個人的問題 是那個Background,那個背景為什麼會形成,一點一根火柴丟過去 如果沒有汽油在那裡,那根火柴就是,就熄了,就沒有了 這個只站一邊喔,就是美中對抗的時候,某個人的私利,卓中泰昨天回去說 他們是跟自由民主站在一起? 我們沒有跟自由民主站在一起嘛 親美友中,我們還是站在美國陣營這一邊啦,這沒有問題啊 只是誰叫你去為了操縱一個民意,然後再去做沒有必要的對抗 就這樣,不然我們有不顧台灣主權嗎?我們是沒有站在美國這邊嗎?都有啊 所以我跟你講,大家都是成年人啦,智商也都超過70,所以也不用講太多 市長你怎麼看十一他們現在要需要把禁止帶子參選?